家人資助你們要賣房 比如一千萬拿出來這樣 可能十年後連頭期款都付不完 還是有後面的要付完 不想要付房貸 不是不想被房貸 而是現在的壓力跟收入是不平衡的 未來的伴侶或是家人 要求你們有一個自己的房子的話 那你們會怎麼辦 可能去國外比較便宜的地方住吧 台灣真的太貴了 台灣 未來想要有自己的房子嗎 天啊 會了但是沒辦法 會啊 會啊 一定會啊 那個數字有點扯 你說房價屬嗎 對 還是想要努力看看 會想 但現在這個價格真的買不下手 就乾脆不買了 每生小孩可以不買啊 有夢想 我覺得會 能力允許的話 感覺不會允許 對 一年要賺多少才可以買得起 其實我覺得一年要賺多少 這很難欸 一定要有一些投資理財吧 不然你光靠你的薪水一定是買不了 我真的負擔不起啊 你講到在哪裡賣房 新竹或台北 你是新竹人 對 來 風之竹 可能像淡水那種地方 它有一點點大自然的風格 但又在讀會圈裡面 我也在田裡買一棟房子 國外然後偏郊區 比較多那種森林類的 會想要買台北市嗎 感覺台北市要奮鬥到什麼 80歲了嗎 我不會想要在台北 我想要在南部 國南 你說新北 欸 台南 感覺房子的條件會比較好 買一個透天處之類的 我覺得我可能還是會買 都市 對 因為你之後可能會有家庭什麼 然後你要考量學區問題 還有工作什麼 你覺得小孩要讀的話 就要讀在台北 我覺得 對 對 夢想過自己 未來的房子應該要長什麼樣子嗎 要大一點 客廳大一點 可以跳舞的那種 大安區 一百坪這樣子 喔 可以嗎 可以可以啊 你有錢就可以啊 所以你們未來會想要在新竹工作 高科技產業 感覺買房不是一件太難的事情吧 對 她跟她男朋友很有規劃 我們未來想要買提供房子 她男朋友連那個鄰屋塔要在哪 什麼都沒有 會不會想要選擇樹葬 目前要那種很大很大 然後可以騎馬的那種 騎馬 這一次在國外嗎 還是國內 都可以耶 隨意而安 預算的話你覺得大概是哪裡 騎馬的話感覺是在郊區 還是想要在台北市有一個 可以騎馬的莊園 可是我對預算沒有什麼概念 感覺我也不會賺很多錢 所以你覺得日文出入沒有辦法 我沒有這樣說 我只是覺得我個人沒有辦法賺很多錢 未來買房 你會希望家人資助你嗎 不會耶 我不喜歡 這樣感覺好像 麻寶 我自己會覺得說 如果出社會 你還要靠家裡的錢 我覺得不太好 這樣你以前就已經花 爸媽這麼多補習費 被生活費了 你爸媽說 那我可以贊助你一千萬 這樣你也會拒絕 可惡 好香喔 我可能會跟他們說 你們留著 如果真的有需要再跟你們拿 喔 你是校女耶 還是要靠自己這樣子 家人資助你們要買房 比如一千萬拿出來這樣 可能十年後 連頭期款都付不完 還是有後面的要付完 不想要付房財 不是不想被房財 而是現在的壓力跟收入是不平衡的 未來的伴侶或是家人要求你們有一個自己的房子的話 那你們會怎麼辦 可能去國外比較便宜的地方住吧 台灣真的太貴了 台灣真的太貴 如果說你爸媽今天要贊助你第一桶機一千萬這樣子 你要去買房嗎 有可能喔 就先付頭期款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 還是要繳房貸啊 還不如出國去玩啊 或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覺得我應該不會拿 這樣 想念在怎麼買股票之類的 炒股那邊炒一炒 如果未來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伴侶想要買一間房子 那你會跟他一起買嗎 我覺得我可能會偏向不要買 那個錢可以趁年輕的時候拿來做一些想做的事啊 家人說你們去買房 然後我出一千萬這樣你可以買 喔可以 你可以 不買房那你省下的錢你想要幹嘛 環遊世界嗎 我想要養一隻鴨子 就是那種會在家裡走路的那種鴨子 我覺得鴨子帶給我的快樂 應該比房子還要大 那你要先找到一間可以養鴨子的租屋處 我可以養在我阿嬤家 旅遊 環遊世界好了 環遊世界想要去哪裡玩 遊牧人生 開著車子四處旅行 如果不買房的話 那投資跟玩樂都一定要 一定要玩樂到 增廣建廣 去看看外面世界 如果說今天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買房 然後可能薪水一半或三分之一都要繳房貸 另外的選項就是不買房 但是可以常常出去玩 你會選哪一個 三分之一繳房貸算合理吧 這你們有可能會選你繳房貸 繳房貸 有兩條路 一條是買房的 是你要背房貸 另外一個選擇是不要買房 永遠都租房子 到處去玩 這樣你們會選哪一個 可以買房也可以到處去玩 可以買房 買房還是一個夢想成真的感覺 買小一點 他要大坪數啊 努力一點努力一點 你覺得台灣的房價 未來有可能會再降了 感覺滿難回頭的 如果沒有重大事件 現在都是自己住嗎 我是租 你們會怕如果未來買不到房子 然後老了以後會找不到地方租嗎 會擔心啊 未來就是住家裡 也是一個選項 有什麼樣的措施可以降低台灣的房價 養好要升息 持有欲的成本可能要高一點 現在是一個要賣入超高齡的社會 其實應該要有一個比較好的整合規劃 比較擔心如果沒有房的話 晚年的話 是不是我們腳的稅能夠有更有效的應用 拿來投資的房子要課 超級超級多的稅 多課一點 移動一千萬的房子 持有的稅率大概要多少 課他多少錢 300卡 我好希望那些拿房地產投資人 而不死 台大好像有滿多這種階級複製的狀況 有錢人啊 或是台北人比較容易 讀到台大 有 我確定有 我有這種感覺 滿多家庭背景還不錯 設定地位滿高的同學 有耶 有聽說 我自己覺得有啊 比較不用擔心錢的事 所以就可以去讀書 同學都說他們走路上學的 走路上也是做 我真的要讀書 有啊 我身邊很多人啊 我身邊 還有人就是有那種 美國國籍加拿大國籍啊 我是用轉學進來 那因為我也待過其他學校 那在其他學校比起來 跟台大比 真的 自己是差超多 又有一種說法 就是說 讀台大一個好處是 你可以遇到很多未來工作很好 很有出入的 可能你現在的同學啊 可能他家人就是 某一個公司的大老闆 請他帶你飛這樣子 對 其實很有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 應該是我們好幾位教授 真的都是很厲害的 教授可以帶你飛 我覺得滿明顯的 你是台北人嗎 我是新竹人 很多科技業的吧 我也進不去科技業了 不一定啊 現在科技業搞不好 想要一些日文的人才 去一個日本的公司 溝通啊 真的嗎 可是以後AI也可以做這件事啊 你的工作會被AI取代嗎 得過且過吧 人就是快樂就好啦 你們現在自己有買房嗎 有 妳是在台北買房嗎 我在新北 雙北的房價怎麼樣 天高啊 當然天高 所以你們也是存了很久才能買房 對存了很久 有些人啊會買房子 來當作這種投資 我沒有多一點錢 我只能自住 那如果你未來的小孩 想要買房的話 看他造化 你會出錢給他買嗎 不會 不會啊 他靠自己 因為我自己買他也要自己買 你以為後來找老公 你也不會覺得他老公 一定要有房子或什麼 沒有他願意就好了 顧得開心就好了 沒錯 你穿這個嗎 別也不想問一下 你是從哪裡來的 我是香港 旅遊嗎 今天第一天來就遇到你們 擋價很貴 香港目前的狀況有比較好嗎 我們那邊就20年 不吃不喝 你們就16年 不吃不喝 我們也很嚴重 香港物價比台灣更貴好幾倍了 也貴也貴 但你們也辛苦也要16年了 覺得台灣物價很便宜嗎 我們住酒店 香港也是差不多貴 那你現在自己有房子嗎 我買了然後 貼產 虧了100萬 自己住應該還好沒這麼差吧 就有點悲傷 存了多久 首富存了10多年 然後現在都全虧了 還好啦 自己住就不算虧 沒有賣都不算虧 謝謝你 我媽就逼迫我要結婚 女友也一定要有房子才可以結婚 內地就是有房有車 那香港就有房 剛剛關到台灣的時候 沒有房子也沒關係 就住價錢 這麼好 對啊 我們台灣很free的 太幸福了 OK 祝你們玩得愉快 謝謝 以上就是今天的街訪 那我們之後也會到各個不同的大學 去做社會議題或觀光議題的討論 那如果你想要支持我們 繼續做這個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 或者是在底下留言 就這樣再見 掰掰 謝謝